那我們在上個週末的時候有開了一個基礎建設室 大家在這個sheet上面可以連到 那上面主要分幾個大的議題 就是說第一個是如何快速的開這個黑客室 因為每次開這個大的黑客室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手動的步驟 包括開Kegethics 開一個新的spreadsheet 開一個新的hand folder 那過去大概十幾次都是一把手動按 那當然大家工程師就會知道 Don't repeat yourself 但是因為不是我做我就沒有做 所以這一次就是布丁還有很多人就是幫忙把這個東西自動化 所以這個可以繼續把它完成下去 變成像下次開大裝的時候就可以比較輕鬆 那再來有一個很大的大魔王 就是專案的整理 專案資料的整理 那大家如果到GINP的首頁看的話 現在專案列表是一個手動編輯的東西 那過去大概有六個版本的嘗試去做Project Registry 就是誰在做什麼Project 他要完成什麼功能 但是最後都有點無疾而終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用這次揪衝團 用新的方式 就是比較認真的去布坑 把這個坑先拆成大概六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是試圖把它一個一個各個機構去完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個也是提案列表這邊 有這個Project Hub Redux 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就是更modular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把它分成六個Project 那現在大概前兩個最主要的東西已經快要完成 那今天坑主應該Kirpy沒有來 然後Poga有來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看這邊去幫忙參加把這個完成 那還有一個坑是這個包括新手指南 就是我們現在的新手指南大概有可能有二十個版本 不通的 那直接太混亂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把它稍微再整理過 所以如果你是文字專業 然後有一些知道如何marketing事情的人 然後可以幫忙去把事情整合成一頁 然後去講說你如果是什麼背景的話 可以看哪些背景資訊 如果你關心什麼樣的議題的話 可以看哪些事情 然後有一個可能是一個就是one page的東西 讓大家很快可以開始參加這個議題 那還有一個坑是整理 我們現在Hackpad上面大概有兩千多個Hackpad 這是Hackpad在被Bubbust買之前 就幫我們特別開了instance 那他現在已經快要不維護了 所以這個我們有一些動作要整理 包括Hackpad上面現在有一些all day的資料 那我們希望可以加上一些警域 就是說如果他30天沒有在跟動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刪除 那但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小空空有做backup 所有的歷史的資料在這邊都有 但是我們希望說 在背上可以把一些all day的體系統整理一下 那再來就是今天剛剛阿獎有講到這個 一個宇宙反應弩3D的東西 那所以之前在劇組中的時候阿短有提出就是說 我想要找到Hackpad跟Hackpad之間的關聯 甚至是這個Hackpad在連到Hackcoder裡面又包含了其他Hackpad 把這個關係找出來畫出來 那可能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呈現 可以找到這個project相關的其他project的文件跟資料 那所以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也許跟阿專跟阿丘一起做這樣的東西 好 那我就到講到這邊